从游客中心沿阶梯而上,会经过网阳明书屋的中心路口,不久便来到竹子湖。 这里设有造型优美的圆形观景平台,可供游客眺望整个台北市、基隆河和淡水河的风光。 不同于观景平台上的宏观,想要一窥小小的昆虫世界可不是轻易就能看到的,因为大多数的昆虫都是捉迷藏的高手,为了求自保,它们会发挥拟太伪装的本能来隐藏自己的行踪。 像这只竹节虫,不但身体的颜色和栖息的环境相近,形状也模拟成植物的枝条。 再看这只大凤蝶的幼虫,把身体模拟成像是鸟类的粪便,常让它的天敌不屑一顾。 诶,这根叶脉怎么秃秃的? 哦,原来是一只造型独特的齿祸躲在那儿。 绿色的身体就像叶脉的一部分,具有绝佳的拟太保护功用。 17 006 true,别让你的膝盖了一部分。 2014 007 008 009 008 009 008 009 005 005 004 006 006 008 009 009 006 009 008 009 006 009 005 009 009 009 001 00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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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07 009 009 009 008 001 009 009 006 00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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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01 009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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007 0010 رض到搭go佳的压会有此随忠者的名家。